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症状 五六年前 你成为照护者 你有没有一些建议给其他 即将成为照护者的家人 亲人一些建议 刚开始的时候 我是自己 真的是自己一个人 独自去面对这件事情 然后我不知道怎么样寻求帮助 甚至我去社会局 去咨询 他们给我的答案都是一样 都是65岁以上的年长者的机构 我后来自己在网络上 打了那个0800的 那个私自正协会这个电话 那当下刚好是 我们这个年轻型样会管 这边的工作人员接的电话 然后给了我很多的咨询 现在的照护者 他们其实算是尽孝道 所以会常常跟自己在拉 那你会建议是说 由家人建议照顾呢 还是寻求专业的机构 例如我来讲的话 我会觉得是折衷的方式 如果今天需要喘息的时候 我就交给机构 像有时候我会让他去日照中心 跟爷爷奶奶互动一下 然后平常的时候 我自己有多余的时间 我可以有自己的喘息 他的病逝感一开始是 他不认为自己失智 然后一直到他慢慢接受自己失智的这件事情 然后他可以就是勇敢的 看待面对 对不对 对 然后要怎么样 失智不可怕 失智不可怕 要勇敢面对它 要勇敢面对它 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